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6月30日宣布 正式将中国通讯公司华为及中心 列入美国国家安全危险名单 禁止使用约83亿美元的通用服务基金 采购这两家中国企业的设备或服务 英国文化大臣陶敦 30日在国会答询时表示 从长远看中国大陆华为 不会成为英国5G网络的一部分 英国欢迎包括南韩三星电子 日本NEC等其他可代替华为的供应商进入英国 Trendforce LED研究调查 苹果预计在2021年第一季 推出12.9寸mini LED背光iPad Pro 台厂具备稳定性与技术优势 将带动上下游供应链投入此应用领域 包含LED晶片厂商经电 检测分选厂商惠特和梭特 打建厂商台表科PCB背板厂商真顶等 都会扮演重要角色 欧洲飞机大厂空中巴士宣布 将裁减全球约1.5万名员工 自为该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员 他国航空也计划裁减7500个职位 新唐人亚海电视整理报道 是最好的 Phase100 5万이�iso 9026 狗 之 7